這樣已經嚴重到影響到 我們生意了你知道嗎 一名身穿橘色外套的男子 雙手插在胸前 一副很不耐煩的樣子 貴姐跟他好說歹說 他就是不走 沒想到為的竟然是這個 專櫃貴姐被這名男子 鬧到煩不勝煩 用手機記錄下整個過程 沒想到卻遭到他回嗆 你對我拍照 我不知道你親全 我在拍 只有網友將這段影片 PO上網並在上面寫到 群花連都擋不住這位先生 常常大鬧專櫃還要免費贈品 警察光聽到又是他 就會翻白眼 誇張的行徑真的非常扯 還有網友PO文在下面留言 贈品哥帶走專櫃十幾項贈品 如果不給他就會大鬧 還有人留言說 他會在店裡唱歌 甚至一直跟在店員後面 如果店員不給東西 他就報警處理 這樣的誇張行徑 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在跟他對談的當中 他這個人大概起伏 情緒起伏比較大 然後滿容易激動的 那就是主要就是一直要 在現場就是要商品 雖然所需免費贈品 是消費者的福利 但是像贈品哥這樣的擾民行為 真的讓專櫃店員們 懊惱都不行 記者廖衛玲 李維哲 花蓮採訪報導